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大家好,我是Vivian 欢迎收看今日快讯 国际新闻方面 印度中央帮博拍意识 正在当地一个火葬场建设一座公园 建设过程中使用了那些 未被家属收集的新冠死者的骨灰和牛訓 综合新德里电视台和英国独立报5号的报导 火葬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马特什·霞尔玛表示 将会在火葬场开发1.2万平方英尺的土地建设公园 以纪念那些死于新冠肺炎的人 印尼新冠疫情严峻 一所医院传出因为氧气供应不及 导致63人死亡 卫生部门星期日下令 厂商优先增加医用氧气的产量 并呼吁民众不要团积氧气 沙瓦岛日夜的萨吉托医生综合医院发表声明说 目前院方站无法确认死者是否都是新冠患者 Delta变种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框散 南韩相隔6个月 单日新增病例再次超过1000宗 日本当局据报 有意延长在首都圈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日本东京都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单日新增593宗确诊 连续17日较对上一周同日高 其中94人感染Delta变种病毒创单日新高 包括东京都在内的一刀三院 目前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原定星期日解除 当地传媒报导 当局考虑延长重点措施约一个月 直至下个月8日东京奥运闭幕 预料最快星期四公布 比利时驻南韩大使中国籍夫人双雪秋 早前被爆在服装店掌刮店员 除了需要放弃外交豁免权接受警方调查外 更导致丈夫提早结束任期 事件还未结束 双雪秋再次涉及暴力事件 南韩警方表示 驻韩大使来傅爷的华锡妻子双雪秋 昨天在首尔汉南洞读书堂公园 因被清洁工人的扫把触碰身体而发生争执 双方一度推撞 双雪秋被推倒旗后送院 受事件影响 比利时外交部认为驻韩大使来傅爷 难以继续执行职务 今年夏天会结束任期反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称 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商业卫星图像判断 中国正在甘肅省玉门市建造大量 洲制弹道导弹发射井 数量达到119个 不过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该地点实惠一座风力发电场 而美国媒体分析称 这个可能是中方的宜兵战术 就像美国1970年代 在冷战时期搞的空壳游戏一样 为每枚洲制弹道导弹配23个发射井 导弹在这些发射井中穿梭 前苏联不得不将其全部瞄准 联合国日前发布 世界城镇发展望报告 对全球人口超过100万的 最大城市进行排名 排在前10位的最大城市中 亚洲占了7席 根据香港中通社 《中国环球时报》引述 德国焦点周刊当地时间星期一报道 这份报告将城市的定义延伸至城市地区 这个意味着城市人口 不但包括市区人口 还包括城市周边地区的居民 全球最大的10座城市 拥有约2亿3千3百万人口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首都东京 拥有3千750万人口 印度首都新德里以2千850万人口 成为全球第二大城市 中国上海以2千560万人口 排名世界第三 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救援人员的消息报道 一架载有28人的飞机星期二在俄国远东地区聚毁 机上无人幸存 路透社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紧急事务报称 这架安二十六商人擎磁磷鲁罗船长飞机 在从当地首府比德罗巴普洛夫斯克 飞往堪查加半岛北部的柏拉纳图中 与空中交通管制部失联 国际民传电讯社缓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据讯该飞机系在能见度过低的情形下 准备降落时撞上了懸崖 中德两国防长举行视像对话 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清 近年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 希望德方继续与中方一起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灵和博弈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由此双方应该加强战略沟通 推动两军关系行稳致远 德国防部执法声明 青霜峰讨论了南海问题 卡伦鲍议会上提醒魏凤和 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重要性 又提到德国准备在南海部署军舰的事宜 卡伦鲍议也提到新疆的人权问题 据《中国日报》星期二报道 五百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 近日申请赴美签证事 被美国使令管理不符合 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F款 及第1043号总统令为由他签 近期这些学生发出联名信 要求美方切实解决对中国学生的歧视打压问题 香港警方国家安全署 拘捕激进组织江城者的九名成员 涉嫌制作爆炸品 当中六人是中学生 消息指包括浸大职员 行动中堵破设在尖沙咀 一间崩馆设的爆炸品实验室 警方形容行动疯狂 传播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4条被捕 交国新闻 美国佛来里达州探塔公寓的废墟中 找到一名加拿大人的遗体 另外有三名加拿大人仍然下落不明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周以上证实 已经发现28名遇冷者当中有一名是加拿大公民 目前仍有117人下落不明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上月至少有130万名国民 混合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完成免疫 当局昨天发布的每周疫苗覆盖率报告显示 有650万人于5月31日 至上月的26日之间接种第二剂疫苗 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士在打第二针时 选择了和第一剂不同的品牌疫苗 数据显示 混合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至少有一半的人打第一针是阿斯利康 第二针打的是辉瑞或者莫德纳 另外有五分之一的人打了辉瑞 暂时未清楚他们在第二针接种了哪一种疫苗 总理杜鲁多宣布 委任伊努伊特族的领袖Mary Simon 出任第30任的加拿大总督 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首位原住民总督 他就任之后将会成为英女王以利莎巴二世之后 排名在全国第二高的领袖 总理杜鲁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 今天是加拿大立国154周年来 卖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除了Mary Simon之外 他没有其他更加合适的人选 希望他就任之后继续为国家开拓未来的发展路径 素理一家房屋昨晚发生刺伤人案 疑犯及后在屋内中火 受伤的女子逃出后报警 但留在屋内的5岁儿童不幸身亡 联合空案调查组正在协作素理骑警调查案件 示范于昨晚9点15分 素理骑警接报到94号Aranil 15400号的一家房屋 指一名42岁的女子在屋内被刺伤 伤势严重 她及后成功逃出房屋后报警 但一名5岁儿童被留在屋内 案中疑犯被指之后在屋内中火 并驾驶一辆红色的斯巴鲁图利现场 消防到场救火 发现该名儿童在屋内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该名小童的死因 辉巴克警方说 一名20多岁的女子周一在满地河北部 被一架正在着陆的飞机撞到后死亡 警方说 当时这名女子正在满地河以北约60公里的 Saint-Sprick机场一条宝道附近驾驶拖拉机 一架正在执行着陆操作的飞机撞上了她 女子被送往医院后宣布死亡 据悉飞行员在着陆操作时 没有看到这名女子 目前事件的原因正在调查 安省尼亚加拉地区公共卫生部门表示 6月6日 在安省Port Corbrook的一家诊所 有6人被注射了生理盐水 而不是应该注射的疫苗 卫生部门说 当日结束时点算发现 有6次剂量未在计算在内 另外还使用了一小瓶盐水气息剂 该诊所现在正在联络205名 到该诊所接种疫苗的人 在适当的间隔期过了之后 将会预约重复接种 并承认有一些人将会接受第三次接种 根据约克区警队内部调查 一名警员正在当更时期 同时担任房地产经纪被控诈骗罪 约克区专业标准局于今年春季 开始调查此案 该局根据警察总长的指示 针对公众投诉而进行内部调查 来自孟感的30岁警员 由于在值班时担任房地产经纪 被指控犯有5000元以下的诈骗罪名 他于8月3日在Lilmarket法院出庭 加拿大食品检测局公布 R.Ruby品牌的开心果酥糖 因为可能受到三门市菌污染而要下架 这款产品是由Fernicia Group制造 分别以每盒454克装出售 UPC编码为770-338-100573 著名最佳的食用日期为2022年的10月1日之前 以及以每盒9807克装出售 UPC编号为770-338 100566 著名的最佳食用日期为2025年的1月25日之前 在安省 灰省 亚省 免省 斯高沙省 爱德华王子岛分销 但亦都有可能在其他省或者地区有售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点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安省周二新冠疫情新增加164例 死亡9例 完成检测28755例 阳性率为1.1% 在确诊的164例中 多伦多占32例 皮尔区为26例 滑哲炉有25例 约克区有13例 杜兰区有6例 河顿区有5例 有趣新闻 日本有尼岛农业协会最近分享了一份兼职 工作职位是竹窝牛 只需要工作5小时就能获得800日圆 即时升为1600日圆 不少网民直呼想做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最近有网民前往东京尼岛以外发现一张招聘的海报 是当地农业部正在找竹窝牛的高手 从网友分享的照片可以看到 海报上画着一只大大的窝牛 写着工作内容就是竹窝牛 每日工作时间约为5小时 日生为800日圆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未来两日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明天有雨 温度介乎于13至20度 后日多云 部分时间有雨 温度介乎于15至19度 温哥华方面 明天天城 温度介乎于16至24度 后日晨间多云 温度为16至23度 在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维持每公升136.9仙不变 而大温哥华地区 普遍汽油零售价明天将会上升1仙 至每公升174.9仙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快讯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再会 感谢观看